你是不是要後斷點 對啊 是不是要盪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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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那一個人要盪他 我是覺得精神上大家都沒有人要去擋 沒有人要去擋這一個 精神上都同一方 沒有沒有 其實我在歸納幾個問題 就是說第一個如果我們是要跟選舉同一天 那坦白講你會壓縮了罷免的時間 也就是說你可能要等到下一次選舉才有機會 但是明明這個人就做了天怒人怨 那所以這是一個例外的狀態 也可以在那裡也可以單獨 那又更複雜 那裡面有單一選區有複數選區 那有不同的這個其實很複雜 我覺得我們反過來講 那天我記得主席也講到一件事 你不要用法令來明定 必須同時舉行 你也可以透過技術操作讓他相近嘛 沒有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的主席是覺得可以同時舉行 沒有沒有主席 那天我們在講 這個問題是說 從一個孝酸林 同時被罷免 又他在參與選舉的狀況 但是假如是不同候選 我是贊成說同時舉行 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 就是說當然啦 為了從社會資源 行政資源的考量 把它合併舉行 可以讓社會成本降到最低 從這個角度我是贊成 但是因為我們實際會面臨很多可操縱的這個狀況 所以我覺得既然有這個疑慮 那何妨 我們把它不要用法律來明文規定 那你如果說你在發動罷免的時間 你把它算得比較接近 其實 可一樣可以達到你要的那個效果啊 一樣是被炒熱啊 但你不要用法律來明文的把它框死 就是一定要周回班 三十天之內啦 三十天之內啊 這個已經 我覺得這種東西不需要把它框死 防死 沒有啦 他的意思 這看怎麼在30天可以 先看怎麼處理啦 就是說如果最近的選舉合併舉行啦 你就要講 你說你被罷免了 你就要知道這個投票率會很高 你就要出來宣傳啦 不好意思我講一下 這也不是只有宣傳的問題 這真的衍生很多問題 就假使 用那個金門的例子 就他要去選縣長 但是呢 發動罷免立委 他的選區幾乎都重疊了 或即使不重疊 即使不重疊 這個選舉的操作會變成說 有一個人是專門是暗黑部隊 專門來做攻擊 其實這就是影響選舉的生態啊 他的運作上就是完全不一樣 這有操作很大的空間 你說不同人嗎 欸 我來講 好啦這樣啦 我知道 我們正在說 主席不好意思我補充要一句就好了 那天有說到就是什麼情況 第一 你投入正面戰場 跟投入負面戰場 你的策略是不同的 這是第一 第二 我一邊要跟我的競爭對手打一組戰 我一邊還要跟罷免我的人再打一組戰 這是一對多 第三 就像我那天講的 雖然所謂的意圖使人不當選 他是有法律要件 可是所謂的要件 他是在事後審判 對啊 一起事後審判啊 那這個時候 幾乎所有要罷免我的 全部講我的 都是我的負面啊 對啊 我這樣 假設被罷免人跟候選人是同一人的話 那就分開舉行 那就解決大家的問題 好 好 要等他回來了 不然黃國昌要選新白旗 對不對 啊一個人 郭平東還要保片 你這樣就 大家都會去選 你知道嗎 逃避這個的方法就是大家去選 主席是為了你著想 不是為了 真的 真的 我發現這個會再開下去 每個人都要選街市長 因為你如果點他這樣 就趕去選一個 就可以排除掉 這也有可能 你錄蒜料 可以用罷免 也有可能啊 這也有可能啊 我知道啊 你就先錄蒜料 人家又把你罷免 你都要撈死了 你